本届白玉兰颁奖礼当中 电视剧《鸡毛飞上天》 一曲包揽了最佳男主角 最佳女主角的奖项 颁奖现场的张艺感慨满满 要不是当初樱桃地库蓝车 哪来的这份白玉兰家奖礼呢 张艺成为了第23届白玉兰奖的 最佳男主角获得者 从奖项公布到他上台领奖 这位酒精沙场的演员都没回过神烂 我觉得评委确实挺有眼光的 谢谢各位评委老师 还是有点抖 白玉兰的嘉奖固然是振奋人心 但在张艺的新闻当中 作品带来的社会效益 更加令他感到欣慰 我们收过一封邮件 是一个服刑人员写的 他说尊敬的张艺先生樱桃女士 我是3月28号 刚刚被释放出来的服刑人员 他说我们在监狱的时候 每天都要看《鸡毛飞上天》 那一刻他发现自己的很多的观念都被改变了 他真的觉得他在通过这部电视剧重新建立起一个相对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3月28日他出来之后 他说他想开始真正的美好的人生 我想说中国电视剧 如果是这些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 能够经常地在电视台播放 经常地被我们媒体所宣扬宣传 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 当然此次能够突围最佳男主角的提名摘得奖杯 张艺特别感谢了他的女主角樱桃 要不是樱桃在地库拦住了他的车 强推剧本 他就与戏中的角色擦肩了 一开始他们给到我的大纲 确实不是我们现在的拍摄的那个本子 确实我当时有点 尤其我不接受这个剧名 这个剧名在我们北方 其实不是特别吉祥如意的意思 后来我挺排斥的 所以说这白玉兰的军工张力 还有好搭档樱桃的一份功劳 没有樱桃在地库那天把我拦住 也没有这个戏我得奖的机会 所以感谢桃子 感谢所有的评委 感谢观众 谢谢大家 哪料刚刚被张艺点名感谢 紧接着樱桃也拿下了 白玉兰最佳女主角大奖 刚才张艺获了奖 我想那可能这次我还需要再努力 所以所以我没想到 这一届的评委这么有眼光 对于樱桃来说 手中沉甸甸的白玉兰奖杯 是鼓励也是鞭策 颁奖以后 她也不另分享了选择剧本 和角色的小心格呢 这个有点像爱情 就是你真的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你其实不太知道是因为什么 就像我喜欢陆玉珠 我非常喜欢这个角色 我觉得后来理智地想想 可能是因为角色 陆玉珠的三观 跟我可能比较吻合吧 还有就是这个团队的专业度 还有对手演员 我觉得基本上是这三点吧 原来今天地上海采访她